今天我們為您精選的國際話題 要來看一下中國在推行粵港澳大灣區的融合發展之後 如今迎來了一種新風潮 這個風潮要從今年二月的時候開始說起 因為算到二月到現在 從香港、澳門跑到深圳的旅客數 居然已經佔比高達了百分之六十三 而且這當中有幾個關鍵的時間點特別研究一下 包括在暑假期間 前後大概九百萬人是入境深圳 後來的中秋節跟十一連假一起 也有四百九十一點九萬人 所以換句話說平均每一天 大概就會有六十一萬的香港人跑到深圳去 但是為什麼深圳這麼夯呢 我們就來舉幾個例子 譬如說你現在畫面上看到的片皮鴨 有一個香港的遊客就說了 假設如果你是在香港吃片皮鴨的話 大概一餐你要花四到五百塊錢的港幣 如果折合台幣的話大概就是一千六百多塊錢 但是如果你到深圳吃的話 一百塊錢的港幣就有了 這一來一往大概價差就快到了一千兩百塊錢台幣 而且不只片皮鴨 前陣子在深圳的超市就出現了大批的香港人 跑去搶什麼 搶水蜜桃 甚至還有九十九塊四隻的大閘蟹 都有香港的朋友跑去搶 所以就有一間媒體叫做華夏時報 它分析了幾個主要的原因 除了兩地就因為融合發展過後 經濟的聯繫越來越緊密 而且再加上剛剛說的交通不斷的發展 所以兩邊的來往可以越來越熱絡 交通的部分仔細看一下現在我手筆的這個位置 因為現在如果你從香港的西九龍到深圳福田 你只要搭高鐵大概前後十四分鐘 你就可以到了 所以換句話說整個的路程是很近的 另外就是中國的品牌 最近這幾年有一些崛起 但相較之下香港的品牌開始失為 因此在品牌含金量跟價格的性價比之下 就造就了大批的港人到深圳消費的一個新風潮 繼續我們今天威尼精選的國際話題